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然后我的老师他就教我这场曲 然后一开始听起来我就觉得 哇这是什么样的歌曲 因为不像我们这些英文的或者法语的歌曲 经剧这个东西在国内来讲它是一个中国的传统艺术嘛 它包含了很多中国的古典的一些东西 包括美术啊武术啊很多还包括中国的地方戏曲 拿西方的东西来讲就可以说是歌剧古典的歌剧 但是在中国叫做戏曲 但是表演的方式和模式是跟这个西方的戏曲啊歌剧它们是不一样的 这个戏呢叫做红阳洞 你可以先跟我念一下这个唱词啊 为国家 为国家 哪何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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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半日咸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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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你几个戏曲上的动作吧 教你这个动作呢它叫做云手 云是云彩的云 手就是手臂的手 先是左手 变脸 变脸 我跳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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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这个东西我们平时是需要放在这儿一直耗着 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这样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呢 只要是一做这个动作就会保持着这个美感 我们的舞蹈的互相你们 就是可能说比较学变吧 你想怎么怎么跳就可以怎么跳 可能到这个戏曲里面的动作不跟我们那边的舞蹈动作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比较难的 我们平常比如说我们会念和 可是在戏曲里面会念和 和 可能就是这个小小的区别 会让我觉得有点难 但是 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有点试试 如果我们有点试试 你会认试 这些东西 不是很难 因为 现在 我会觉得 因为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 我第一次经历 我认试 我认试 我 继续学 如果 我继续工作 我认试 不认试 我认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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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说 一些东西 为了更加了解戏曲 为了更加了解情趣 我会继续关注一些关于它的内容 现在新兴文化产业的崛起 是传统戏曲艺术 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曾经占领主导地位的戏曲艺术 出现了生存危机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延续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